因为在台北市开车或骑车啊 其实真的非常难找车位 所以大家偶尔都会摊小贫 想说啊我路边买个东西 买个早餐 我就临停一下 那甚至呢 可能我的机车呢 就直接先停在骑楼 或者是人行道上面 那我们今天探讨 简单花点时间讨论一下 整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 第七之一条的修正呢 可能对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 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 那可能有什么东西 要稍微注意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修法前后的一个变化 那修法前呢 我们把这个修法前的文字 用反白表示 它的内容大概是说啊 只要民众有违反 这个条例里面举例的一些事项呢 民众都可以去做检举 而且重要的是 只要警察机关他查证属实 即应举发 而不是得举发 所以说警察不能选择说 我今天要不要举发 OK 那当修法后呢 我们看到修法后的条文就变成说 他今天能举发的事项呢 就紧列下面这 总共16款这些事项 那这些16款呢 大部分是比较重大一点的一些交通违规 那我们针对比较 我们常见的部分呢 要做一些叮咛 首先我们现在看关于路边临庭的部分 路边临庭呢 过去我们常常违反的呢 就是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55条 我们把55条条文叫出来 第一项的第三款 它是说在设有禁止临时停车标志的处所呢 临时停车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红线一定不能停 临时停车 那黄线的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的时间呢 也禁止临时停车 那这个部分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来看哦 民众还能不能举法 我们来看新修法后的第一项的第13款 它这边说啊 第55条之后能够检举的只有第一项的第二款或第四款 民众才能够检举 所以要特别注意 之后呢 我们违反这个在红红线临时停车呢 民众是不能检举的 但是要注意 如果说我们是在 比如说第二款的交叉路口 或者是公车站排10公尺内 或者是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 这种比较重大的违规呢 民众还是能检举的 OK 好 那还有第四款呢 这个可能跟我们比较没关系 我也用黄线标示一下 再特别要注意的是台北市机车组呢 很常骑到人行道上面的灵艇 或者是骑楼 那过去我们处罚呢 都是用55条第一项的第一款 或者是用56条的第一项 或第一项的第一款或第一款 我们稍微看一下条文 我们现在看到55条的第一项第一款 它这边有写啊 在桥梁等等等等 人行道临时停车 注意一下哦 人行道的定义啊 包含骑楼 所以骑楼也是人行道的一部分 那再来我们看56条 注意一下 之后呢 民众没有办法做举发 除非你违反56条第一项的第十款 那第十款跟我们 我用一样用黄线把它标示出来 除非你是停在人行道上面 扭化残障车位的一个地方停车 OK或者是并排比较严重的情况 基本上来说呢 我们可以想象说 之后我们如果说在人行道 上面骑楼呢 如果说停车的话呢 民众是没办法举发的 但是路边林庭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说是在可能公车站牌 或者是交叉路口 10公尺内 都还是可以被民众举发的 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新闻可能报道 没有特别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虽然法令啊 已经公布了 但是呢 还没有开始施行哦 OK 我们的施行日期呢 由行政院命令定制 像今天的时间呢 是3月5号 那我们的法规公布的时间呢 是在去年的12月22号 那目前我们上网查 如果说你想知道 什么时候会公布法规呢 可以去上网查 用行政院公报的关键字 去做查询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 像比如说去年的6月9号呢 也有做部分条文的修正 它是到10月1号才开始施行 那像我们这个条文是去年12月22号公布的 那如果我们反推可能实行的时间呢 也大概是半年左右 就有接近半年的时间 那随时要关注这个公报的讯息 所以说 现在如果我们有上述的违规事项 其实民众还是可以跟警察机关做举发的 而且呢 警察机关还是要照样的去做开发的一个行为 以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